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所谓炮击 还有所谓空袭的问题 那这一期我们就来看看在八二三炮战期间 有一个人值得大家注意 这个人他就是蒋经国奉命进出金门先后六四 奉命进出金门先后六四 就是说蒋经国每一次去金门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各位 好 胡连没有去亲自迎接 过去这两个人是称兄道弟 可是在金门炮战期间 我可以告诉各位 胡连对于蒋经国两个字叫冷遇 冷淡的待遇 那你看他写范述古林投资战是蒋经国不见胡连 但是在八二三炮战是胡连不见蒋经国 各位想想看 奇不奇妙 但是胡连在金门依旧里面 他夸奖了很多蒋经国的事 那他为什么他要夸奖蒋经国的事 因为蒋经国给他晋升了一级上将 所以各位去看 看一个人的著书历说 各位去看 看胡连的著书历说 我也跟胡连后代讲过两件事 第一个 胡连写的所有的著作像不像胡连 第二个 胡连的著作改过多少次 我可以说 胡连三书三本书写的个性完全不像胡连 第二个 每一个版本都改了很多次 但是那你不能怪胡连 1972年至少他还是戒严时代 戒严时代各位晓不晓得 你很多军事将领也好 那你很多党国要员也好 死了第二天 就有宪兵到你家去查 有没有藏什么档案 有没有写那个什么日记等等那些 这些蒋经国为什么那么注意 原因非常简单 他就是怕有记载不利于他爸爸跟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 蒋经国给胡连升了一级上将 升了一级上将 那年很多人都那个讲他升那个什么 一级上将是元旦的 不是 是新年的最后一天 好 就是1971年的12月30号 其实错是1971年的10月28号 其实是错的 我们去看蒋经国对于胡连晋升上将 晋升一级上将 表面上是遵从 那实质上是怕胡连跑到国外去 跑到美国跟CIA合作 这是蒋经国没有办法接受的 然后第三个 给他尊重代表化解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一件事情 它有一些所谓的多重目的 而绝对不是我们经常嘴巴讲的叫做单一目的 那从这里我们来看 蒋经国进出金门 蒋经国进出金门先后六四 在823炮战期间 那823的时间 你很多人都讲 从8月23号到10月时候 其实823炮战它有三个时间 那很多人在解释这个时间 像刘安琪的解释是说 一直到艾森豪访问台湾 那823炮战持续进行 那就胡连来讲 他说823炮战因为到了10月17号 就已经暗淡下来了 那就国防部的来讲的话 一直到差不多11月 那从这三项说法是哪一项对 就要看你用哪一个档案解释 但是至少在炮弹最危急的时候 蒋经国进出金门六次 这个是所有的政治人物 包含于大为在内 蒋经国进入的最多 那事实上除了蒋经国 进入最多的是谁 是王淑民再来才是余大为 余大为经常去外岛 那所以很多人把他统计下来 他担任国防部长任内 去了89次 那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 但是我们可以说 蒋经国都是奉负命去金门 他奉负命像包含都应八寸流等等这些 然后823炮战开始的时候 蒋经国因为在海龙挖兵的支持之下 他进入到金门 那包含张国英的记载 包含郝伯春的日记 包含胡连 他们都讲到了蒋经国 经常进出金门 那蒋经国进出金门 除了奉负命以外 他还在观察军兴事情 因为蒋经国 胡连跟蒋介石之间 三角之间有很多的寒杂 当然这部书只是公布了蒋介石跟胡连的寒杂 那我希望未来 胡连故居纪念馆 能够把蒋经国 胡连跟蒋介石 还有王淑明日记里面记载的一些事情 把它通通都能够把原件披露 你原件披露 大家就比较容易去探讨这个823的谜团 否则是各说各话 不然的话就是一言堂 就是胡连为什么讲823是产胜 他有他的道理 可是我们为什么讲说 这是我们的胜利 那个是大内宣 那解放军那边认为 我打死了三个副司令官 一个伤众臣残 一个伤众臣残 就是刘明葵伤众臣残 这个是解放军的胜利 那事实上因为各方立场不同 所以他解读的角度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蒋经国他为什么要进入到金门 一方面各位要理解到 他除了代表负命之外 另外一方面各位晓不晓得 蒋经国他每一次他到达金门都会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美军顾问团在金门最高的顾问 他拿着这些东西 他必须要跟克莱恩去讨价还价 那这一方面的史料档案其实很多 却没有人研究 却没有人研究 就是说 说至少蒋经国那个时候 他想跟CIA合作 抱歉 应该不是克莱恩 那个人的名字我忘了 他耳后他也跟胡联的交情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下一次我把那个人的名字查了出来 再跟各位报告 那克莱恩那是晚期 那个是到1962年以后 19611962 那我现在讲的是1958 蒋经国进出金门 那换句话说 蒋经国进出金门 他主要除了去看军心士气 除了要看前线的概况以外 你更重要 他要跟CIA建立稳定而固定的联络系统 因为过去在海上游击队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海上游击队是孔令凯从蒋经国的手上 把他硬抢过来的 硬抢到宋美龄手上 所以这件事 蒋经国对于孔令凯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那这个中间 以后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讲 但是至少从这个地方 CIA当年他在海上游击队成立的时候 他支持的是 CIA支持的是孔令凯 宋美龄 胡联 张元元 就是说这一套系统是蒋经国管不到的 那而后又发生了所谓反攻救国军的改变事件 这个是胡联二度担任司令官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送到澎湖岛枕边 最后这批反攻救国军就到了东营岛 就是号称反攻救国军 终身束手在东营 所以八二三炮战要看蒋经国 胡联还有CIA的三角关系 那当然这个中间幕后还有一个蒋介石 但是这本书 因为我写的是胡联跟蒋介石的关系 所以我蒋经国的琢磨不多 但是胡联的日记里面 有记载着很多他跟蒋经国之间的互动 尤其是八二三炮战的互动 那这一些互动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胡联对于蒋经国的冷遇 我可以告诉各位 影响了胡联的前途 那胡联跟另外一个部下 高御公就是高奎元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以后我们也慢慢的讲 那第二个我们就讲到了 美国反对轰炸大陆 蒋经国去了金门 那胡联在晚年 因为这份公文我没有看到 这份公文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写在书本里面 但是胡联他有提到 就是说蒋经国希望胡联做一件事情 把所有中国大陆在八二三炮战发生期间 他的炮兵阵地 还有他的打击基地 希望胡联能够做一份图出来 就是耳后就根据这个图 作为台湾空军打击解放军的一个焦点 听说那个点差不多有七百四十多个 七百四十多个点 他七百四十多个点 你后勤基地 补给基地 还有炮兵阵地 还有相关重要的军事设施 油库等等这些 胡联拒绝 但是胡联讲说他拒绝 我在所有的公文里面 那我找不到这一段 因为金防部的档案应该有 就是说你打击解放军共军的要点 那到底它是什么 但是这份公文我没有看到 胡联曾经是有讲 蒋经国就是开门建山的跟胡联讲 开门建山的跟胡联怎么讲 就是说你把打击沿岸的一些重要目标区域化出来 它要吸回台湾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秘心 但是这个秘心确确确地说 是因为没有文书作为一个佐证 我们只能顾望言之 顾望停止 然后呢 就我所知 胡联是把这件事情他告诉了美军顾问团 包含在余大为的联谱传记资料 还有《勤政记要》里面 那本书里面 的确是有提到这些事 就是去打击共军在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部署 700多个点 那这个余大为他有记载 胡联也有讲 那美军就反对 美军反对的原因 其实在余大为的联谱传记资料里面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我告诉各位 那这些打击点的话 究竟是美军执行 还是台湾空军执行 因为美国美军顾问团 是根本反对 台湾空军轰炸大陆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823的整个是让 CIA也好 是让美国就突然解决到 蒋介石会不会趁着 这个823炮战 进行两岸大战 这个是美军他要防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美军顾问团不止一次问过胡联 你们是不是要趁此反攻 或者去夺取厦门 那从这个地方 胡联都坦诚已告 那蒋经国的苏信集里面 其中有一段谈到胡联 他说他每一次跟美军顾问团的时候 美军顾问都会提到胡联的远见 那这个东西对胡联来讲 就是一个警告 虽然蒋经国是在恭维他 但是实时上是在警告他 好 这个就轰炸 还有胡与美军 军事顾问 胡联为什么相信 美军顾问团 倒也不是说他从洋媚外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823炮战 我们前面一段不是谈到通讯中断 请问是谁帮助胡联渡过难关 美国两艘驱逐舰 当美国要这一些通讯设施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是从琉球直接送到哪边 直接送到金门 那从这一些你美军的动作你来看 就是美军的的确确是因为823炮战 他对胡联的一些观念已经完全改变 其实美军顾问对台湾有三位将领的评价 是完全不同 当然那我讲出来 或许胡维珍他会非常不高兴 胡维珍的爸爸叫做胡中南 各位去看胡中南的日记 他跟CIA之间 因为相处不好 到了最后他的大 他的大臣总指挥 全部都被拿掉 换上了流连衣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 胡中南他被调职 是CIA施加压力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叫做刘豫章 刘豫章是有他自己的组建 那我不是讲刘豫章 他有他自己组建不对 而是说当美军在九三炮战以后 他所有的物资军援外导 军援外导他为什么他有军援外导 各位晓不晓得 胡连曾经讲过 就是因为 他们用金马外导 去换取蒋介石在大臣撤退 无论实施飞龙计划或者金刚计划 就是因为我们大臣撤退以后 他才军援了所谓的金马外导 包含太平岛包含东沙岛包含五秋岛 这个是外界不知道 那胡连他自己本身是讲 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没有找到佐证 所以我也不敢胡说八道 那我在这边讲的是 完完全全是经过我考证跟查证以后 我才告诉各位 他是拿外导来交换 就是美国CIA也好 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务院 还有美国白宫 他逼着蒋介石从大臣撤军 然后你只要撤军 我就支援你外导 那当然很多人讲说 因为九三炮战以后 他们才援助 那个什么金马外导 对不起啊 那个时候协防条约都还没签订 协防条约是签订了以后才有大臣倒 那真正军援大概是在那个时候 1954年以后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就是说胡联为什么会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建议 而不听上面的建议 是因为胡联他理解到 你跟美军顾问团你处得不好 金门的处境只是更加艰困而已 你跟美军顾问团的建议